古代宫女为何不能穿内裤?东汉昏君的独特胜利需求,竟还为此设立荒诞裸体乐园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在中国古代皇宫中,服务的所有人都是太监和宫女,为了确保皇家血统,后宫只能有太监,没有其他男人。 但是,在汉朝汉陵帝执政的时期,不仅在后宫不能有男人,而且对宫女也有一个很尴尬的规定。 尽管这一要求非常难以理解,但在王权大于天的时代,所有人只能同意。 汉陵帝,156-189,刘洪,东汉皇帝,公元168年即位,在其统治期间,党固之祸兴起,宦官把持大权,公开标价卖官,肆意大兴土木,百姓难以为生,中平元年,184年,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金起义。 汉陵帝在他的母亲董太后,以及宦官们的教唆下,以朝廷的名义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官,地方官比朝内官价格高一倍,现官则价格不一。 官员的升迁也开始按价格交钱,并且同一个官员需求比较大的话,大家就开始竞争,拍卖官位。 谁出的价格高,谁当这个官? 到了后面几年,买卖官位更加激烈,每个上任的官员都是先支付了这个官职未来20-30年的规定收入以后才上任的。 而好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高额的做官费,而吓得弃官而走。 卖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临地适适。 古代有贵作的习俗,比如我们看三国的电视剧,每个人聊天都是贵作者在聊天,这时候我们都会奇怪,为什么必须贵作呢? 其实,这是有原因的,古人的服饰是上衣下长,长就是裙子,里面是没有内衣内裤这种东西的。 所以这个时候的古人,不论男女,都是没有穿内衣内裤的。 后来慢慢出现了卸衣卸裤这种东西,但是这时候的裤子还不是连当裤,而是开当裤。 如果正做的话,下面的光景就大为不妙了,主兵都会很尴尬,所以还是采用贵作的方式。 而连当裤的发明,那要等到东汉之后了。 所以,其实,古代的贵作其实是因为衣服而产生的习惯,因为连当裤的发明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习俗。 就像屈原以命可支头抱相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姿态深负蜜罗江? 人们为了不让屈原被鱼虾咬食而投粽子,最后慢慢形成端午节的习俗一样。 不过,女子没法穿内裤的时间要长一些,古代认为女子穿裤子,两腿分立,是一件不合礼法,礼崩乐坏的行为。 所以很长时间里,女子都是穿着长袍来遮掩,而不能穿泻衣泻裤。 直到后来,汉灵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竟然下圣旨要求后宫内所有的宫女都不可以穿内裤,只可以穿开裆裤。 因为皇帝觉得宽衣解带很麻烦,耽误时间,刚开始有好多人不遵从这个旨意,但是不遵从的宫女被处死甚至被株连九族。 在杀了几个宫女后,其余的人都老实地遵守了。 并且,汉灵帝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,还曾在宫中当着很多人的面让狗和宫女进行交配,简直不把宫女当人对待。 汉灵帝为了避暑,在宫内就命人修建了二个裸油管,与所有的机械和宫女在裸油管里赤裸油完。 而汉灵帝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随地地与这些人在里面裸体饮酒,并且做不可描述的事情,一玩就是一天一夜。 并且还感叹,假如一万年都如此,就是天上的神仙了。 灵帝又让宫内的内奸学鸡教。 在裸油管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,里面放养许多只鸡,灵帝每当连夜饮宴纵遇醉了以后,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。 这时候内奸们便争相学鸡教,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。 后来,这座裸油管被董卓纵火烧了,到曹魏贤新年间,当年内室为了唤醒醉酒尘室的灵帝, 而扔蜡烛的地方,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,人们说那是神光,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瓷,名叫于光瓷。 宫女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都农装燕抹,脱下衣服与她一同裸浴。 西域进现了阴池香,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,把沐浴完的飘着汁粉的水倒在河渠里,人称流香渠。 灵帝在后宫中涉猎是寺,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,而她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,玩得不亦乐乎。 寺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一宝,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,甚至她们为了你偷得多我偷得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,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。 她白昼与宫女们贸易,夜里就抱着她们自意的银乐循环,据《古今秦海》引用《闻海批杀》的记载。 灵帝甚至在西原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。 宋皇后备废之后过了两年,灵帝单于银乐还没有打算再撤立皇后,朝城上表请求她赶紧确立中宫。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,灵帝便撤立了贵人和视为皇后,和皇后的出身很微贱,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。 但和氏的容貌美艳无比,她身高七尺一寸,肌肤如雪,亭亭欲立,灵帝一见到和氏就喜欢上了她。 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,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。 几度春风之后,和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流变。 和皇后的兄长和静被封为世忠,她已故的父亲和珍被追封为车骑将军,和后性情刚克多计,正为中宫之后,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。 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,赵国人王室是前五官中郎将王包的孙女,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和后还略胜一筹,而且能诗上话,谈吐优雅,举止端庄。 灵帝对她极为宠爱,滇缆倒缝后不久王室怀了孕,被尽封为美人。 在汉朝公平非应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。 和皇后将王室恨入骨髓,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,王美人生性聪明。 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和后不会容她,所以在敬业和后的时候用博树住腰部,不让和后看出她怀了孕。 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,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,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。 因为一旦生下儿子,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,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。 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,便不再喝堕胎药,拼天由命了。 十月怀她后生下一个男婴,灵帝十分高兴,给婴儿取名为流邪。 这就是后来的汉县殿。 生下了孩子,王美人要服药条理,和后密浅心腹内试用镇毒代替药物。 毒死了王美人,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,急忙前去探视。 她一看王美人四肢清黑,就知道是中毒而死,不禁流下了泪,不久追查到是和后下的毒。 灵帝顿时愤怒难饿,打算将和后废去。 胆大包天的和后,这才感到害怕了。 她急忙花钱贿赂曹杰,张让等烟焕为她说情,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,于是和后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 虽然放过了和后,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,她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邪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,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。 刘邪才没有遭到和后的暗算,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,因而撰写了,追得父,与另一送。 两篇慈父纪念她,慈父里的字句缠绵翡策,如气如素,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,也仅此而已。 汉书《上官皇后传》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,大将军霍光权轻一时,当时的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,也是另一位权臣上官杰的孙女。 为了保证权力可以延续下去,霍光希望皇后独享皇帝的床子之欢,生个皇位继承人,皇帝身体不好,也没有惠人慎保,皇帝不好。 大家都不好,实眼色的衣冠和侍从们马屁拍得恰到好处,他们劝皇帝,你身体不好应该少做运动,即使做有皇后就够了,你要实在管不住自己,也好办,让宫女们都穿上有当的穷裤,再系上几条袋子。 即使皇帝受性大发,一时半会也解不开,不能随时随地行周公之礼了,这位不幸的皇后,还是没有生下一男伴女,还在十五岁时成为了寡妇,一直到五十二岁去世。 倒是南北朝时期的虎女,穿着到臀部的短褶,腰间竖带,下身是裤口很宽的大口裤。 十分精神,胡服热潮席卷堂出风上,女子们穿翻领长袍,竖带,穿紧口裤和皮靴,俏丽可爱。 然而裤子真正成为中国女人的长服,还要再过一千多年,两条腿分立,成何体统。 尤其是女人,穿裤子就是明显要勾引男人吗? 道德家们虎视眈眈,希望把女人们演在宽袍大秀里,失去本来的女性性别特征,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至于那种只能护住腿部的静衣,也并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失无踪。 1949年之前的北方,只有两个裤腿的套裤,是老年女人过冬的长辈,这种套裤中间续眠,穿的时候,把两条裤腿套在裤子外面,用带子系在裤腰带上,扎紧裤脚的裤脚带,套裤把冷风阻挡在外面。 上了年纪的人可以过一个融融的冬日,女人不穿内裤,有其历史传统,王小波在她的《红服夜奔》里写道,洛阳大街上的妓女对红服是最不客气的了,动不动就转过身去,撩起裙子来,给她看光溜溜的屁股。 见到了这些屁股后,红服才知道这些人原来不穿内裤,不穿内裤仿佛是要突出屁股。 然而那些屁股本身并不好看,然后她们又转过身来说,想逮人吗?回去打听打听,老娘是几进宫。 洛阳城里的妓女不穿内裤,虽无记载,但考笑也是笔记,不难发现王小波描述的贴切,但她们有无几进宫的光辉事迹,却不得而知。 三代以来,女人下体无衣,到了汉朝才穿上开裆裤,汉书,上官皇后传,说,虽工人使令皆为穷裤,多期待,所谓穷裤,便是开裆裤,穿开裆裤的目的是方便大小便,然则不穿内裤,便也顺理成章。 如此情形,至少延续到了唐朝,日本人以唐装制成和服,似乎女子这和服也不穿内裤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